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交通、医疗问题 站在人本立场来谈花东发展条例 是根本的问题 意见的统合是目前无论中央、地方、各乡镇、民间团体 共同集思广义下的成品 在这十年四百亿当中因为方向正确而让我们登大廊 那当然这所要照顾的最重要就是住在台东县的23万的 所有23万的居民 而针对台东地区目前的花东发展方向 地方学者专家和中央部会如何的交流 也是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大议题 按照人口比率分配公平吗 民间团体对于花东发展条例的看法 地景不是只有好山跟好水 农业是一个台东地景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难得是由民间的议会跟政府部门 甚至是中央机关跟民间的NGO 是可以平行在讨论一件事情 那一定要珍惜这一次的机会让台东在这三个面向可以做比较永续的发展 县福对于花东发展条例 目前所建构的雏形又为何呢 东部的发展 攸关下一代的生活 而人口流失的杀手 回归于原始 就是经济无法获得改善 十年四百亿的经费预算 如何运用也成了目前中央地方民间共同的目标 东台新闻张玉成台东市报导